想参加职业训练 但小孩没人照顾怎么办 台北市劳动局听到民众的心声 只要涉及台北市 或是在台北居住的外籍 或大陆地区的配偶 参加相关日间职业训练期间 有托儿托老的照护需求 都可以申请每个月 最高八千元的照护补助 可以有效减轻家庭的照护负担 受训更安心 为了协助市民 或在台北市居留的外籍 大陆地区配偶 参加北市府举办相关日间 职业训练期间 有托儿托老照护需求 劳动局提供每人每月 最高八千元的照护补助 不但能减轻家庭经济负担 家中老小也能得到妥善照顾 有职训需求的失业劳工 能安心参加训练课程 只要家中有12岁以下子女 就托在双北合法设立的 幼儿园、托儿所、托婴中心 国小课后安清机构 补习班或保姆 或有65岁以上父母 安置在合法立案的护理之家 托老机构或居家照护者 都能申请照护补助 申请人必须在参加 职业训练的次日起20天内 向职能发展学院提出申请 全日制每月最高补助8000元 半日制每月补助则是4000元 实际照护费用低于补助标准 以补助实际支出费用为限 有需求的民众可以多加利用 记者游祥亭台北采访报道 台北市警察局南港分局 举办111年分局即派出所 联合社区治安会议 除了各派出所分别说明治安的境况 地检署的检察官宣导反汇雪 跟邀请有动灵女神之称的艺人吴文轩 分享遭到诈骗的亲身经历 希望提醒大家不要受评上当 有动灵女神之称的是9岁艺人吴文轩 穿着一袭白色洋装现身南港分局 今天他是要来跟大家分享 遭到诈骗的自身经历 因为4年前他听信贵妇朋友的话 投资近千万 最后却血本无归 就觉得怎么自己会这么笨怎么会骗 而且就会觉得说 真的这个真的是一个要有经验的人 因为他们真的是完全是非常有体制化的 他们招聘前来是非常有体制化的 然后怎么样骗法还有手法 还有口吻讲法 他们都是全部都是上过课 南港分局举办111年分局即派出所 联合社区治安会议 特别邀请同样居住在南港的艺人吴文轩 像与会来宾分享遭到诈骗的过程 希望让大家警惕不要再重蹈覆彻 现在很多诈骗 他们都会针对年纪比较大的老人家来做行骗 所以我们也透过这个面向 希望能够让这些爷爷奶奶 能够有这方面的资讯 能够避免他们被骗 现场除了反诈分享 南港各辖区的派出所也分别说明治安状况 还邀请了士林地检署江耀明和王以轩检察官 针对反汇选工作进行宣导 最后更进行有奖侦达 让每位前来参与治安会议的民众和社团 都能够充分地了解警方的工作内容 在犯罪预防方面也更加受益 这次参画场报道 台北市大安分局敦化南路派出所接获报案 有民众疑似在分出套房轻声 两名远警火速赶到现场 一间又一间的套房不断敲门呼唤 终于将神情恍惚的女子救出送医 及时挽救性命 敦化南路派出所远警跟时间赛跑 来到案发现场的分租套房 透过报案人描述 一间间套房努力搜寻呼唤 就怕下一秒汗事就会发生 最后总算黄天不负苦心人 一位步履满山疑似服药过量 神志不清的谢姓女子前来应门 警方随即通报119到场救护 原本女子十分抗拒远警的协助与送医 经过不断安抚并阻止她继续服药 女子开始跟警方诉苦 原来她是被交往多年的男友提分手 一时想不开才狂吞大量的安眠药 跟半瓶高粱酒 还好警方及时到场 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最后女子由救护人员送往医院检查 警方也通知亲友将她接回 亲友相当感谢远警的即刻救援 避免一场悲剧发生 记者顾参永台北采访报导 台北市内湖有一名老先生 独自外出 因为体力不支 贪坐在路旁 警方获报前来处理 除了查验身份及置住地后 因为担心她的安危 直接开着巡逻车 将她送回家 结束一场虚惊 内湖派出所远警巡逻时 接获勤务中心通报 有一名行动不便的老先生 贪坐在路旁 需要警方协助 远警立刻驱车赶抵现场 发现一名行动不便的老先生 正坐在路旁休息 伯伯 你有没有带证件 借我们看一下 不信老先生表示 因为本身行动缓慢 因此在路边休息 远警查证身份以及住处之后 因为担心过老先生行动不便 无法自行返家 因此直接驾驶巡逻车户 送她回去 也让老先生非常的感激 对警方的贴心举动表达谢意 民众家中若是有意走失的长者 可以向各分局侦察队 申请建立指纹档 一例警方在发现时 第一时间确认走失者的身份 记得长话长报道 世界华人工商妇女气管协会 是全球唯一将总部 设在台湾的国际妇女组织 从2001年开办华冠奖 表演有事业成就 及公益奉献的优秀女企业家 今年第九届华冠奖 吸引43位全球各行业 妇女精英角逐 最后选出10位进行表扬 同时分享她们的成功经验 鼓励女新朋友圆梦 第九届华冠奖得主 和创会长开心合照 展现自信魅力 来自全球43位各行业 妇女精英角逐参选 其中在土耳其 经营矿业进出口贸易的冯子林 克服异国文化差异 将员工视为亲人对待 还鼓励同仁自我进修 凝聚公司向心力 获得评审一致认同 要对他们好 而且呢 我觉得我要再让他们学习在外头的成长 那我会定时的让他们去学习 就是一些公司上面的一些经营政策 还有他们的语文 让他们加强他自己 同样经营事业有成的 还有来自台中的林静怡 靠着独到的经营策略 成功化解公司危机 从并购到扩张全球版图 开创女力事业 其实不是每次都是 都是很成功 因为过去的失败 就会成为未来的养分 所以这样一步一脚印 慢慢累积你的经验跟你的能量 才会后来有这些成功的案例出现 靠失败累积经验 女性不服输的任性 在各领域展露头角 由世界华人工商妇女气管协会 主办的华冠奖 网罗企业界妇女楷模 颁奖肯定 并藉由他们的经验分享 鼓励女性朋友勇敢圆梦 失败希望就是借由这个华冠奖 的这些杰出女性 他们能够把他们自己的成功的经验 来跟我们所有的其他的女性朋友 来大家分享 因为除了他们事业成功之外 每一个人的生命故事 都非常的激励人心 女性创业故事激励人心 但要获奖也不容易 不止企业体要够健全 还得有社会服务和公益回馈 透过禅观学 及法学人士组成的评审团 经过初复选 访查到决选 才能脱颖而出 每一切都评审委员都不重复的 我都不肯重复 我是很坚决的 他两个人以上去对他的核对 然后都有录音 然后写报告出来 后来决审 世界华人工商妇女气管协会 坚持每届评审都不能重复 确保比赛公平性 每位得奖者更是实至名归 继续在全球各地发挥影响力 扩展国民外交 记者邱世民台北报道 新闻最后一起来看 近期有哪些精彩活动 也感谢您今天的收看 祝您平安顺心 我们再会 祝您平安顺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